今天用一次醒发的方法,蒸了一锅果酥面的包子 好看,好吃,又有营养 做包子馒头不会做造型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学会了,过年可以给佳伦露一手 先来调个红糖馅 3勺红糖,1勺白芝麻,1勺面粉,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再来做和面的菜泥 剥菜焯水以后放到破壁机里 加入1比1的水,再加点小苏打 用果酥剑打成泥 加了小苏打可以保持它脆绿的颜色 南瓜去皮切片以后蒸熟,再把它压成泥 接下来按照屏幕上的配比,和好两种颜色的面团 面一定要把它搂光滑 蒸出来的包子表面才会光滑细腻 和好的面团不用醒发,分成等份的剂子 取一个面剂,把它按压一下,放上馅料,再把它包起来 怎么包都可以,只要馅不露出来就可以了 直接用模具来做,简单又快速 像视频中这样,放上两种颜色的面团 按压平整,敲打一下 一个非常好看的南瓜包就做好了 都做好了以后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 醒发30分钟左右 按上去有回弹就可以蒸了 水开上锅,蒸15分钟,焖3分钟 好看又好吃的南瓜包就出锅了 谢谢大家